30天认知训练营 一部教科书都不够 但听我讲 十分钟也能懂个八成 我希望是正好够用的那八成 狭义的钱 就是社会接受 用来做最后结算的那个东西 买了货 接受了服务 最后你付钱 大家两清 这事才真正结束 如果给的是支票信用卡 那这事还没有结束呢 因为支票信用卡 只是你会付钱的保证 最后对方要拿到钱 那才算数 支票信用卡信贷债券 金融证券化产品等等等等 都是钱的衍生品 它是人们交易时 愿意暂时接受的支付方式 但它不是最终的结算 这个结算的链条可以很短 比如说现金全款买房 房款两清结束 链条也可以很长 用贷款买房 你是用未来20年 还贷款的长期承诺来买房 链条变得很长 银行又把许许多多房贷打包 这个包呢 它有底层资产 就是房子 可测算未来现金流 就是定期还本付息 那这个包就可以拿出来单卖 房贷就完成了证券化 变成了可流通的债券 如果再贴上3A级信用评级 那就可以拿它做抵押再去贷款 在金融体系内部流动起来 简直跟钱差不多 与这个链条对应的是一层一层的还款承诺 买房者的还款承诺 银行对房贷债券的还款承诺 金融机构拿它去做抵押去贷款的还款承诺 这里讲的是买房生发出来的一层层承诺 那你如果做的是其他的事 那也有一个相似的链条 全社会的经济活动 就是由所有这些还款的承诺 层层叠加在一起而来的 还款承诺就是广义的钱 也叫做信用 信用跟信心是一回事 信用是从借钱的人的角度说的 信心是从把钱借出去的人的角度说的 一个社会的信用扩张还是收缩 取决于双方的信心 也就是信用 钱借出去能不能收回来 政治形势 经济走向 行业前景 企业管理 个人诚信 这些都影响判断 以美国为例 社会总信用的数量 也就是广义的钱 它的数量是狭义的钱的数量的15倍左右 钱的扩张 它取决于政府 也就是央行印钱的节奏 信用的扩张 也就是广义的钱的扩张 它取决于整个社会中 卖方 接受买方 将来还钱承诺的意愿 乐观的时候 意愿就强 信用就扩张 悲观的时候 意愿弱 信用就收缩 经济增长 必然伴随着信用扩张 信用收缩 意味着经济也会收缩 我刚才说的是信用 就是信心 其实呢 说到底 政府印的钱 也要靠信心 当人们对钱本身的信用 也产生怀疑的时候 就是对政府掌控钱的能力 产生怀疑的时候 那这后果会很严重 今天全球早已经进入法币时代 法币 它的意思就是政府垄断了钱 印章纸说它是多少钱 它就是多少 可想而知 政府对挑战法币的 会有多么敌视 前美联储主席伯兰克 他在美国国会听证的时候 曾经说过 黄金不是钱了 那议员们非常恼火 黄金几千年来都是钱 怎么你说它不是就不是了呢 议员恼火归恼火 政府清楚得很 他必须垄断发朝权 正因如此 人们必须对钱的信用保持警惕 政府是各种社会利益的聚合体 人性就是这样的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有困难就印钱 难言之隐 一应了之 法币时代 不论哪个国家 不论财政货币政策 说起来是扩张还是审慎 货币贬值是常态 就以表现算最不错的美国为例 今天美元的购买力 跟几十年前 美元从黄金脱钩的时候相比 已经贬去了95% 以美元只剩下5美分 那讲清楚了钱的概念 我现在讲 从侠义到广义 各种钱 各有什么用处 第一 我先讲比特币和黄金 刚才说了 美联储不承认黄金是钱 但是人民公认呢 没有一个政府承认比特币是钱 人民 则还远远没有拿电主义 只有很小一撮人这么想 这样说吧 比特币和黄金 这两样是法币的潜在竞争者 黄金的价值 它不在于对抗通货膨胀 黄金几十年来的价格变动 并不能支持这个想法 黄金的价值在于 不管各国政府怎么说 全人类对黄金 有根深蒂固的信念 毕竟一百年的洗脑 还是很难对抗 一万年的共同经历 当人们对法币丧失信心 就一定会想起黄金 黄金也不是用来对抗经济周期的 当人们对所有法币都丧失信心的时候 经济多半已经陷入危机 政治上也会是多灾多难 黄金的根本价值 是人们为未来准备的灾难预案 美联储再硬着头皮说黄金不是钱了 它不也得储备黄金吗 通过黄金的能径看比特币 就明白比特币的未来 大概会多在哪个区间了 它降生就是为了挑战政府垄断的发超权 必然遭受全世界政府的联合围剿 但它也很幸运 等到政府醒过神来的时候 它已经一路狂奔 越过了生死临界点 它已经有足够大的生存空间 它不会再死了 它的下限就是不会死 不过它的上限 是它没有办法替代法币 它不像黄金一样 有人类上万年的共同记忆护体 最终它只会对一小撮人来说 成为类似黄金的东西 是这一小撮人为未来准备的灾难预案 只不过在它准备的灾难途径里 世界上至少还有互联网和电 黄金这两样都不需要 第二外汇 这有两层 第一层是现代人的资产组合里 本来就应该有一部分是国际资产 经济早已全球化 而绝大多数人 生于私 长于私 工作于私 收入来自于私 天然的过度集中于本地 本来就应该适度多元化 投资于国际资产 做多元化的组合 享受现代金融理论提供的免费午餐 它在相同的收益率下 可以减少风险 那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等于是把免费的午餐留在了桌子上 对于中国人来说 太多的中国人 把太多的免费午餐留在桌子上了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是 法币对应着对政府的信心 不同法币之间的升降 它折射着对各国政府信心的升降 要是已经做到了适度的多元化 在这基础上还要继续操配 用外国货币定价的资产 那它本质上是对其他的政府投信任票 没有哪个本国政府是开心的 对这件事 第三 现金 现金是常态下的终极支付手段 如果社会信用扩张 人们创造并接受越来越多的信用 做支付手段 就会逃离现金 因为现金没有回报这一点特别招人恨 反过来说 如果社会信用收缩 层层抽紧 从衍生品逐步收缩到贷款 贷款又进一步给你抽走 都不再接受信用做支付手段 那这时现金就身价倍增 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把现金看作 对任意资产的 无期限的免费期权的原因 这过去一二十年来 他做了很多这种生意 信用扩张的时候 他反而去涨点现金 等到信用收缩的时候 他再把现金放出去 你既可以说他是低买高卖资产 你更可以说他是低买高卖现金 其实免费期权只是名义上的 现金是有成本的 机会成本是其一 更永恒的是通胀成本 现金的购买力 它永远在缩水当中 如果正常状态终结 超级通胀到来 那现金会给持有现金的人 带来毁灭性的冲击 那时候社会重新洗牌 货币推倒重来 第四股票和债券 持有股票本质上是持有看多期权 收益尚不封顶 亏损最大就是买入时的出价 你出多少钱 这就是你亏损的最大额度 相反 持有债券接近于卖出看多期权 它获得固定的利息 对应承受本金损失的风险 许多人认为股票比债券风险大 这看法在理论上是合理的 在实践中你可真不能相信它 近年来 无论多么复杂的固定收益产品 都能直接卖给普通人 就因为顶了个固定收益产品的名头 假装风险能小一点 其实是幻觉 你看今天市场上各种所谓固定收益产品 其实越来越多的是衍生品 越来越复杂 普通人越来越看不懂 还有一点 股票交易呢 它价格是连续的 它价格变动呢 反映了投资者对风险收益的一个及时的判断 那债券不是这样的 债券绝大多数时候是风和日丽 一有事的时候 它就垫散内鸣 它只有两种极端状态 没有中间状态 第五 最后我讲讲房子 房子在长期中能对抗通胀 这是房价的基本面 但房价经常不是由基本面决定的 我在耶鲁上金融危机课时 听麦崔克教授说 十次金融危机 有九次是房地产惹的祸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对房地产的信念接近黄金 电影《飘》里面 北方军队打到南方 郝斯嘉父亲临死之前 就给他留了一句话 保住土地 土地才是一切 土地这种不动产 是创造信用 扩张信用 衍生信用的最好载体 而信用扩张过头了 崩掉 它就会带来金融危机 在那些信用体系还没建立 法治社会还需要完善的经济体里面 信用扩张 可不是更得指望房地产吗 房子创造信用 信用推动房价 这条信用跟房地产双螺旋 推动下的扩张周期 是一融居融 一损居损 全人类都还没有看到解套的办法呢 总结一下 这一节我跟你讲了五种最基本的资产 各自对应着什么层次的风险管理 理解这五种资产的用处 运用好这些工具 做到跟你想管理的那些风险不错配 你就已经赢了绝大多数人 今天的内容 灵感来源于一门课 全球金融危机 这门课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明星课程 由安德鲁迈崔克教授讲述 邀请了金融危机的主要的处置者之一 时任美国财长的盖特纳来主讲 我在耶鲁世界学人项目期间完整的上过 收益很大 现在这门课给放上了Coursera 我把链接放到了文稿里 推荐你也去学习 最后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我刚才讲 我认为比特币不会死了 你觉得呢 欢迎你在文稿下方的留言区 写出你的想法 下一讲 我会给你探讨一个古老的命题 人性原本是善还是恶 我们下一讲见 感谢观看